说过奔跑是我的宿命是由沈妍李江明指导 钟楚希 杨超越 徐帝领先主演 陈小姨特别出演 侯文元主演 宋阳特别主演的电视剧 在秀芳受影之后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 给姐妹俩秀丽和秀芳的两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新的打击 妹妹秀丽的儿子若萱是一位沉寂品学兼幼的高中生 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姐姐秀芳的女儿安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舞蹈老师 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双腿 杨超越则饰演若华 本来是特别优秀的 但一场车祸让她的弟弟若萱去世了 若华为了帮母亲走出失去儿子的伤痛 和母亲秀丽一起住到了自己的血身宿舍里 但是伤痛欲绝的秀丽还是给即将毕业的女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在和自己男朋友恋爱生活中 女儿因为秀丽的过度施压备受折磨 朔华在和母亲秀丽的相处过程中 一度走向偏执 但最终还是回到了正轨 挤开了母女间的心结 钟楚希在剧中饰演秀芳的女儿安心 她是一个舞蹈老师 在这场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双腿陷入了困境 秀芳为了帮助女儿安心从失去双腿的阴影中走出来 决定通过完成曾未成功过的减肥来激发女儿的信心 秀芳最终成功减肥 陪伴安心走出婚姻 重新站起来面对生活 说过奔跑是我的宿命 通过女星视角 讲述了两对母女因一场车祸 人生触底后重建心灵 点燃生命的家庭伦理励志共事 秀芳和秀丽是一对截然不同的姐妹 秀芳乐观 坚韧丧夫后开炸鸡店为生 她将独身女儿拉扯成为了优秀的舞蹈教师 自己却因为吃卖剩下的炸鸡而变成了大胖子 秀丽悲观 忒丧 重男轻女 对自己的两个孩子有强烈的控制欲 秀芳60岁上宴后 一场车祸夺去了她女儿安心的双腿和秀丽儿子的生命 如何重新开始生活 成了摆在两家人面前最大的难题 当命令和你开了个大玩笑的时候 你选择怎么办 未来被一堵墙阻挡 怨恨 恐惧 无助 寒恒 绝望 到底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